Hello 大家好 今次澳門威翻試 中國旅遊研究院最近發表報告 說隨著港澳地區和內地通關 赴港澳個人遊遊城市的數目不斷加多 澳門以83.49分成為內地出境旅客最滿意的地方 香港僅以81.77分 排名由去年的第五跌到第七壞 根據去年的研究報告顯示 香港在2023年的分數是82.86分 排第五 2024年只剩下81.77分 排名跌至第七位 澳門去年的分數是84.09分 排第三 今年一舉升上第一位 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報告指出香港受到社運、疫情和旅遊業負面新聞 加上香港消費高昂 對於內地旅客的吸引力有所減少 研究院認為 香港政府和旅遊業界應該加大力度宣傳 以恢復內地赴港旅客的信心 澳門旅遊局說 感謝內地旅客對澳門的正面評價 未來會配合中央各項維澳政策 包括內地團以團進團出方式 廣返橫琴和澳門開放更多個人油 城市赴澳等 亦會繼續推進澳門旅遊業發展 研究亦發現 全國國內出遊總人士有所增加 今年農曆新年長假期 內地旅遊人士高達4.74億 按年增長34.3% 甚至較疫情前的19年同期 還增長19% 至於五一的長假期 全國國內旅遊出遊人士 亦較2019年增長2.8% 其實現在香港的旅遊業面臨幾大挑戰 因為旅遊成本比較高 以及沒有太大吸引力 澳門雖然沒什麼 不過勝在賭場多 以及博企豪華酒店多 商場多 都是一帶特色 你說有沒有吸引力 都是挺有吸引力的 尤其是內地客零射喜歡玩 我就忽發其想 如果香港的旅遊業繼續下去的話 不知道 遲下 三五七年 可能香港也有些聲音 會提出來 想在香港開賭場也不奇怪 如果真的這樣 真的夠了 好看了 好 這一集就看到了 現在也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